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蜜蜂一般来讲都会居于一些比较热带的国家 就好像巴西啊 东南亚一带 所以这个是我们东南亚一带独有的一种蜜蜂的品种 叫做蜜蜂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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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是完全不会伤害人的 对 没错 嗯 那我们就赶快见一见它的真身吧 哇 所以这里面都是蜜蜂 对 没错 哦 全部小小的耶 跟我一般上看见的那种大蜜蜂之后有点不一样 蜜蜂的体积会比一般的蜜蜂还来得小 其实这个以全世界的蜜蜂的品种来讲 这个伊塔玛是算大枝的 都是算大啦 已经算很大了 哦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是他们的蜜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伊塔玛的蜜蜂他们都会把那个蜜蜂 一般来讲都会建在那种 在大自然里面它会建在那种树桶里面 树桶 对 所以我们饲养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树桶的上面加一个箱子 所以来鼓励它把那个蜂蜜存在那个箱子里面 所以我们拿的时候就很方便 嗯 所以它这个你看他们里面有一个 一个坑一个坑一个洞一个洞的 它里面是 那个就是他们拿来储存他们的粮食 也就是蜂蜜的那些 这些小洞口 他们的储藏室 所以里面可能存的是花粉 也有可能存的是蜂蜜 那他们的蜂蜜跟我们一般上说的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OK 伊塔玛的蜂蜜首先 它跟我们普通的蜂蜜不一样就是 普通的蜂蜜味道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甜的 所以我们迎风所产的那个蜂蜜 是酸甜的味道 酸甜的 对 酸甜的味道 就是它是酸中带甜的 嗯 那我等下还蛮好奇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它到底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你看这个很小 很像那个苍蝇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窝 你们可能看起来 噢 这好像很大 可是其实它一个月 事实上它只能产大概500克 到1公斤左右的蜂蜜 它才500克 对 非常的稀有 哦 难怪蜂蜜那么的珍贵 所以一个月才500克 对 好像普通的蜜蜂 可以产大概10公斤 这个一个窝最多只能500克到1公斤左右 哦 一个月 对 一个月 而且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季节好的时候 季节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太下雨太多 是没有蜂蜜可以采 所以它们是比较怕冷 对 它们是比较怕冷 基本上摄氏18度以下 它就会不能无法生存 所以它们属于一个 比较热带的一个蜂蜂 哇 这个是什么啊 是不是非常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对啊 就很像一个小屋子的感觉 那我现在马上来揭手给你看看 哇塞 里面都是满满的银蜂哦 银蜂 它长得好像小苍蜂哦 对 因为它体积非常的小 可是因为听Kelbin说 它其实已经在银蜂里面算蛮大只的哦 所以你现在可算是一个蜜蜂小雜人哦 当然 来 放马过来你要问什么就问吧 那你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说 晚上不能够吃蜂蜜吗 刚刚其实听Kelbin说 其实晚上其实 是真的不太能吃蜂蜜 因为蜂蜜能促进我们的消化 因为如果晚上喝蜂蜜的话 其实你的消化系统很快就被代谢完 你会马上肚子饿了 所以反而是要早上喝 对 因为早上喝蜂蜜其实是蛮健康的 哦 那又有人说就是 不能够用铁汤匙来吃蜂蜜 其实我以前也是有这个迷思 对 一直以为说用铁汤匙就会把他们的营养给消化掉了 其实他们说不会 因为其实只是把一些味道可能改变了一点点 可是他们的营养成分完全不会被代谢完 所以它完全就不会改到它任何的原料的成分 对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用铁汤匙来喝蜂蜜 哇 果然是近身为蜜蜂小老师了 问你什么有问必答 当然当然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那你再继续带我参观参观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咯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哇 今天不是摇到外婆桥 今天是来看小蜜蜂 对 我们来到了丰满园 你看这里是非常的漂亮 对 真的是无论情侣啊 还是小朋友或者是学生都很适合来这里踏青耶 对 因为这里还有小教室喔 对 就可以学小知识 通常你去到一些很像原子这些地方 你都只是参观 但是很少有地方可以教你这些小知识的耶 而且你看这里的设施非常好玩 真的 所以非常欢迎小朋友啊 学生还有旅客来这里参观参观 像现在我们就坐在这里 当当秋千看看风景 然后看看小蜜蜂 就非常的细意啦 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参观小教室啦 诶 乐乐 不要再说我新年有带你来好看的地方咯 所以今天带我来这间小教室是要干嘛呢 因为你看在这小教室呢 因为刚刚我们都提到了啊 非常欢迎我们的学生啊 还是中小学的朋友 一些旅客还有各大机构来这里参观 所以他们就各地设立了一个漂亮的小教室哦 哇所以就是来这里真的还可以坐在这里听课耶 就是听一些小蜜蜂的知识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到的 漂亮的小老师 哈喽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老师老师我们有问题要发问 对就是像我们蜜蜂的价值是不是都 营养价值都很高啊 那我想要问他是不是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啊 还是在什么房间上能够起到一些负用 所以这个问题是过得非常好 所以你们可能大家都会多意知道说 病虫有入乱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吃的东西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们的这个营蜂蜜为什么会很好 因为它有保护你的肠胃的那个功能 所以你吃了最后就把它调理你的肠胃 对来重来来增强你的美肌 所以选择一个好吃的蜂蜜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而且就是蜂蜜真的也算是一个女生的美白圣母 对不对 因为早上起床喝一杯蜂蜜好像不仅能够排肤 然后还能够让就是脸啊皮肤变得更好 对吗 而且非常多的那些美容产品也是使用蜂蜜 所以我觉得蜂蜜应该是对人家非常大到处 真的 那因为我们都说蜂蜜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处 那它好处都没哪些啊 所以一般来讲蜂蜜 普通的蜂蜜可能它的好处 不会比蜂蜂蜜那么多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小绿蜂蜂蜜 我们其实也有拿去做化验 所以化验出来的那个结果 我们自己也很疾压 因为它的高抗菌能力 抗菌能力相等于麦克加什么 还有17种对我们人体有力的氨基酸 所以这些氨基酸会有这样的头发啊 对你的皮肤啊指甲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 而且这蜂蜜里面是不是都没有在加热和白糖 对是的 所以都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哇那真的是很天然的 直接的摘取这样子 就是有透过一些专业的方式 然后再收集这些蜂蜜 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把这个蜂蜜 开在新加坡这里 谢谢大家 所以老闆 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老闆的一个主题 因为老闆就是 他从小就在那个农村 比较农村的地方长大 大家都知道说 新加坡是个城市 一个繁忙的城市 所以你们很多人 你也计会来到上一个是 室外塔人家之类的地方 对 所以刚刚我们一坐车进来的时候 就好像仿佛来到另一个新加坡 是真的 好特别好 我们完全的城市在一个 非常大智能的环境中 是的 所以好像有一些朋友他来过 他拍了照片 我会问他 你是不是在 荷兰 荷兰 对 因为他有一些小公车 然后一些建筑物是非常的 就是像在国外的感觉 对 路价路价 非常多的鱼 看来小朋友会非常喜欢这里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一个这样一个比较美的一个环境 我们可以向大家都展示一下 我们的这个荷兰 因为可能你在外面 你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看到荷兰 可能你就算你在用帐文看到 可是你也会知道 那个是荷兰 你也会知道说 这个荷兰对我们 我们的生态环境 还有对我们人体 有没有人带我们什么 一些益处 没错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 才吸收更多知识 才知道原来荷兰 对我们人体飞行 就这么大的帮助 而且肖老师感觉很 就是很喜欢这些小蜜蜂 就是对这些的知识 真的是辽文执掌 非常的专业 所以肖老师 才可以通过这小教室 把更多资讯传播给大家 对 对啊 今天Loris 你真的是 算是有推荐了 一个非常棒的好汤 就是让我来到这里 学到很多蜜蜂的小知识 那我们还是要谢谢 我们的小老师Kelby 谢谢 那我们下次新年来咯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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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